第3小题 是地面将质量m的物体以动量p牵直上抛 忽略空气阻力则当其距离地面高度为最大高度的三分之一时 其动能为多少 题目说物体从地面上上抛 可是最初是动量p 因为动量p等于mv 所以最初的速度v等于p除以m 因此物体在上抛最初的动能ek 会等于二分之一m乘上v的平方 我们把速度带入 所以变成了二分之一m 速度换成p除以m的平方 所以等于乘开来二分之一m乘上m平方分之p平方 分子跟分母m可以约掉一次 所以分母剩下2m分之p的平方 这是物体上升到最大高度是三分之一的时候 所以我们先知道物体最高 我们把在地面上最初的动能ek 这个等于p平方除上2m 这是一开始的动能 这个动能等于到最高点mgh 假设最大高度是h 于是mg移下来 因此最大高度等于 两倍m平方g 分之p的平方 这个是物体上升的最大高度 可是物体现在只能上升最大高度的三分之一 所以中间的过程 无论上升在任何位置 没有阻力 没有摩擦 力学能守恒 所以最低点本来所具有的动能 是p平方除以2m 这是一开始的动能 等于到达最高点 这时候最大高度是h 那现在上升三分之一h 所以重力位能mg乘上三分之一h 这个是三分之一h的重力位能 加上ek 如果在这时候的动能 我们是ek' ek' ek'会等于原来的力学能 本来是p平方除以2m 这是一开始最初的力学能 减掉三分之一mgh 所以有三分之一mg乘以h 我们把h带进来 于是变成了p平方除上2m平方g 我们把mg约掉一个 于是变成了2m分之p的平方 减掉因为三二六 所以m跟m约掉 因此6m分之p的平方 所以前面2分之1是6分之3 6分之3减掉6分之1 所以剩下6m分之2p的平方 所以剩下3m分之3m分之3m分之3m 所以当物体的高度 是最大高度的三分之1时 这时候所具有的动能 是p平方除以3m 所以第三题a的答案